早晨8点 几年是第三医院骨科手术室 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刘华水骨外科主任 手术的主导大夫 刘士董 富有经验的骨外科专家 亲临现场督战 这是一台特殊的手术 建有一位特殊的助手 骨科手术机器人 来辅助完成手术 从外形看 机器人似乎并不具备人类的外表 但它却是当今世界 唯一能够开展四肢 骨盆和全脊柱手术的智能机器人 也是领先于世界的 第三代医疗辅助机器人 就在距离济南 一千多公里外的山西西安 另一场至关重要的手术 大面积胸壁缺损修骨术 也在紧张的进行中 黄立军 富有经验的胸外科主任 今天这台手术 他将把一块人造骨骼 植入患者的胸腔 这块人造骨骼 来自一项新兴技术 患者由于车祸导致大面积胸壁缺损 科研人员依照他完好一侧胸椎骨的 3D数字模型 用高能激光束照射高分子材料 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 使形态复杂 结构精巧的胸椎骨得以再造 而完成这项再造工程的 是被誉为突破传统制造技术 天花版的3D打印装备 清晨山西兴县 张杰照例穿戴张杰走出家门 准备下矿井上班 他是矿三代 祖父和父亲都是煤矿工人 七点半张杰换上工作服 坐着矿区的交轮车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 来到位于地下一百多米深处的矿井 不难想象很快 他就会变成面貌难辨的霉黑子 然而接下来的情景却出人意料 张杰不如一间控制室 轻松而淡定地打开控制按钮 离他几十米远的矿汤内 顿时雷霆轰鸣地动山摇 一个机械巨兽向着煤层轰然挺进 他日采煤三万吨 相当于以前一千个采煤工 一个月采煤量的总和 他能代替人类在黑暗潮湿 危险的矿井下 持续高强度的工作 他就是中国目前最大的 智能煤炭棕彩装备 MG2660智能采煤机 中国拥有近十四亿人口的大国 汽车销量在2009年赶超美国 成为全球汽车需求量最大的国家 预计2020年 中国的汽车需求量将达到三千万辆 而要实现这一数字 人们需要一种特殊的装备 在中国武汉的一家汽车制造工厂 高速智能冲压线 正在昼夜不停地工作 月旋零部件检验员 正在对下线的汽车零部件 进行检验 智能冲压线 每分钟可冲压 15个大型汽车覆盖件的速度 使得中国迈向 全球最大汽车王国成为了可能 它就是代表世界领先水平的 高速智能冲压装备 从举世瞩目的骨科手术机器人 到神奇的三地打印 从中国最大的煤炭宗彩设备 到世界最先进的智能冲压装备 智能制造 正在给未来的中国 创造无限的可能 山东济南 骨科手术室 患者已被实施麻醉 主刀大夫流滑水 正在对屏幕上的S光三维扫描图 做最后的手术方案确认 一旁 骨科手术机器人 也裹上消毒薄膜 症状态命 这个病人车祸导致的 一个骨盆的一种损伤 它的整个的骨盆分开了 这个部位有粉碎的骨盆 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 会出现病人行走的破形 我们可是进行了一个讨论 适合于用机器人辅助 打入罗经进行固定 事实上 在距离手术现场 四百多公里外的北京 类似的手术 已被演练过无数遍 徐静 作为骨科手术机器人的 研发总监 对机器人的前世今生 可谓了如指掌 在微创手术当中 对医生来说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是他眼的确实 第二个是他的手的不稳定性 医术再高明的骨外科医生 眼睛也无法穿透人体的表皮组织 无法看到骨骼内部结构 手部动作控制 也无法达到微米及精准 像我们骨科固定不准确 可能碰到神经了 可能碰到血管了 可能会出现神经的瘫痪 重的可能会出现死亡等等 这就造成手术风险是不可避免 然而骨科手术机器人 却能弥补人类的局限 他拥有一双敏锐的透视眼 光学跟踪相机 能穿透人体表皮组织 看到内部骨骼结构 灵巧的手 动作精度达到0.8毫米的机械臂 负责精准执行手术 他还拥有聪明的大脑 计算及中央处理系统 会根据透视眼 对人体骨骼结构的扫描影像 以及导航定位仪 对患者手术的定位 这样你才有可能 去执行这个超难的一个任务 手术开始了 主刀大夫流滑水 在病造部位切开了一个小口 在仔细笔照图像后 他发出了手术指令 那么骨骼手术机器人 会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 精准而漂亮地完成手术吗